谭云通过查研观测,看出谭台玄仲是真心想奖励自己,而非考验自己是否是鞠躬自傲之人,当即便不再客气。 宗主,弟子想要火属性和兵属性的火种,越多越好。 又要火种? 谭云,你功法不要,法宝不要,确定只要火种吗? 弟子确定,当然,火种品质越高越好。 嗯,这样吧,待会儿你传本宗主命令,通过皇府圣行传送阵,到达仙门皇府总行,找负责人谭台中德,让他把火种统统拿出来,任你挑选。 多谢宗主。 谭台玄仲看着一表人才的谭云,又想到自己的宝贝女儿。 栩栩火种,只是小小奖励罢了,待你永恒之地试炼归来,本宗主有最大的奖励给你。 最大的奖励? 谭云心中颇为激动。 啊,是,宗主。 最后,谭台玄仲驾驭灵州,打开皇府秘境,载着谭云谭台前缘来到了皇府圣行。 接下来,谭台玄仲要交代给谭台前缘关于建立天罚方程的重要事宜,便叮嘱谭云前往皇府总行拿到火种之后,尽快赶往盘龙飓风。 于是乎,谭云便进入了皇府圣行传颂镇之内。 不过他并未立刻启动传颂镇,而是在川上归西寒沙之后才激发了传颂镇。 原本谭云就打算在进入永恒之地前要去找谭台中德,问问给自己的火种找到了没有? 如今他肯定要先以沈祖兵师父的名义,先把火种拿到,然后再以真实身份去找谭台中德索要火种。 仙门方程建立于巍峨的山巒之间,比内门方程足足大了三倍。 皇府总行拍卖行高达千丈。 设有十八层,极为辉煌。 上次谭云以沈祖兵师父的身份,为了前往仙门丹麦救沈祖兵,便通过皇府总行的传颂镇前往了丹麦。 因此,他对皇府总行内的格局十分之清楚。 此刻谭云刚从总行一楼大堂左侧设有传颂镇的房间内走出来,便有一名姿色上乘的女弟子面带职业的微笑迎了上来。 贵客您好,我行月底才会举行拍卖。 不带女子说吧,苍老的声音便从谭云口中传了出来。 老小是来找德老的,他人在吗? 女子听闻谭云是寻谭台中德,顿时对谭云恭敬了几分。 请问贵客如何称呼? 还有啊,您和德老可有预约? 我和德老很熟,我许预约,你只管带路便是。 好的,您请跟我来。 在女子指引下,谭云来到了第十八层,一间精致的雅阁之外。 女弟子轻敲房门。 德老,有位前辈要见您。 拉开房门的谭台中德不由一愣,接着便朝谭云恭慎一笑。 前辈快请进啊。 谭台中德将谭云请入雅阁后落座,笑着给谭云倒上了一杯灵酒。 前辈,自从上次一遍,这都过去一年多了,您啊,可真是个大盲人啊。 这不,老熟在我那土耳口中得知你被提拔致死,这就过来找你了。 哦,还有上次,你让宿兵交给老熟的三种兵属性极品宝鸡火种,他已经给老熟了。 谭台中德问言,指尖乾坤借一闪,一簇一尺高的橘红色火焰便悬浮于谭云身前。 火焰被一层结界笼罩,使得火焰温度不会被释放出来。 旋即,又一簇两尺高的青色火焰钻出了乾坤借,在谭云身前不断跳动。 谭云望着橘红色火焰面露大喜之色,看着青色火焰更是开怀大笑。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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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兵属性虾品亚尊界火种,只因玄火。 火属性中品亚尊界火种,青灵真火。 哼,都老好手段啊,青灵真火那稀缺的天地灵悟,没想到这都能被你弄到。 为前辈办事,万辈子当尽心尽力呀。 随后,二人有说有笑。 在二人闲谭半个时辰后,谭云便告辞离开。 在离开之前,谭台中德告诉谭云,皇府总行的人已经在秘境之中发现了兵属性尚品亚尊界火种,涅槃圣火。 但由于尚品亚尊界火种已生灵智,若想将之抓住,还得耗费些时日。 待加纳火种逮住后,便会亲自送至神宿兵那儿,届时谭云自取即可。 当初谭云和谭台中德交易时曾有言在先,无论谭台中德拿出多高品阶的火种,自己便会拿出同等价值的单方与之交换。 于是谭云离去时许诺,待收到涅槃圣火之时,一定将单方封上。 随后谭云说要前往内门,看望爱图沈宿兵。 谭台中德便将之送到一楼,一间设有通往内门皇府圣航传颂镇的房间之内。 直到谭台中德上楼离开之后,又过了一刻,谭云才快速脱下龟西寒沙,卖出了传颂镇。 接待谭云的还是先前的女弟子。 谭云在告知女弟子,自己是得到宗主命令前来,找谭台中德之后,女弟子便带着谭台中德再度来到十八层雅阁之内。 谭云说明来意后,谭台中德一边对谭云赞不绝口,说宗主在他面前时常提起谭云的各种好,一边拿出两团火种。 分别是火属性极品宝洁火种赤焰灵火,兵属性极品宝洁火种灵兵争火。 在将两团火种交给谭云之后,谭台中德便遗憾地告诉谭云,目前他的手里只剩下一些灵阶的火种。 他给了谭云两个选择,要么奖励以后有了再来去,要么就拿些灵阶火种走。 谭云想到如今的鸿蒙火焰冰焰若向进阶,灵阶火种只是鸡肋之物,于是便告诉谭台中德,但日后有了火种再来领取。 谭云便带着两种火种相当满意地离开,通过传送阵返回内蒙皇甫圣航,便足踏飞舰朝着盘龙飓风飞去。